哈囉 各位 請小老弟老鐵問給你們了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來談這個 有小老弟私訊我的一些問題 那我就在這一個影片中就是 跟各位去解答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推薦這一個 我說這個我覺得非常實用的這個行動店員 這個是這個莫非的 小老弟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覺得說他的磁吸會不會很弱 因為我上一個影片 因為我現在在做這些事情 我現在上面是架鏡頭 架那個iPhone在拍 所以我在鏡頭後面在拍 有時候像我們在做這種磁吸啊 或一些什麼 我們有時候我們沒有吸好 或者是說我們沒有很注意 所以他看到我這個手機好像沒有吸好掉下來 說他的這個磁力是不是很弱 他其實不會啦 你如果好好吸就是 你有把它對到 你有把它對到 還有基本上你的殼 你的殼這個都是平整的 他其實你只要吸住了 他是算牢固的 他不是說很強 可是他是算牢固的 因為這種MegaSafe的 他有一定的吸力 所以你現在像我這樣吸 我這樣再拉 他是真的是蠻老的 那就是說 但是你說你在吸中他的時候 你要確認是說他有吸好 那像我有時候在拍片 我們很急或什麼 我才剛一用上去 我就去做動作 他當然還沒有吸好就掉下來 可是如果你有吸住的話 你以原廠的來講 他的這個吸力都是算蠻強的 就算不錯啦 大概中上 那如果你的殼他的吸力更不錯 我之前推薦的那些殼吸力都不錯 他其實是算蠻牢固的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說 像這種攝影的 你就說 這樣會不會很危險 會常會掉下來 看我這個好像吸不住 第一個 你的殼只要是用平的 那你正常的就是 你吸住了以後 你先不要去移動他 你先確認他 有沒有對齊吸好了以後 他其實就是 都是很牢固的 除非你用力甩啦 那所以他是不會吸力弱 那另外就是說 我今天推薦這一個 充電器啊 當然我不是叫你說去錄那個動態的 我會推薦這個原因 是我自己都在錄靜態的 我通常都是接一個腳架而已啊 就是我們只是接一個腳架 我覺得你這一種充電器 他的好用就是說 你適合就是說 比如說一些靜態的 你看一些這種靜態的 靜態的活動 比如說靜態的在拍攝 靜態拍攝的這種活動 我這個也不會跑來跑去啊 那你會調整這邊 就是你的這個攝影機的支架的時候 你頂多就是我吸住的時候 我先做一個 我吸住的時候 我在那邊做放大放 就是我在做放大跟縮小的動作而已啊 那你這個腳架立著 你在這邊做放大縮小 然後頂多還有一個那個控制台 在那邊轉 他是不會有任何的就是 不大會有什麼問題啊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做一個解釋說 他的 我覺得他的磁吸降就夠了啦 你接一個這個腳架 你頂多只會在這邊放大放縮小啊 你又不會去跑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跑動的 或者你們更是專業的 你們有的是拿單眼的嘛 或者是你們是有那種穩定器的 或什麼 我說你專業你就用單眼去拍啦 然後不然就是你有穩定器的 你那種夾子的或一些什麼 你用你的設備去把它固定住 可是以說我們來用實用性的話 我只是隨意的拍一些 靜態長時間的影片的話 尤其是長時間的影片 他真的是會非常好用啊 我就不用再用這種充電器 就是我還要插這個 這個也是很好 可是你就是要有一條線啊 你今天拿出去 你就是 你就是都要插著 用一條線 跟你這種 我一拿著直接吸 這個是非常差非常多的啊 所以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就是 他的磁力是 我是覺得算不錯了啦 你只要有吸中 不要太快 不要快快去動他 你把他吸牢 他都是非常的牢固的 他是非常牢固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選擇他用的時候 他不會是動態的 我比較不會用他再跑來跑去 我大概是靜態長時間的拍攝會用他 好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有小小弟說 你這個這樣子很接近啊 那你這個這麼厚 他會不會擋到或產生陰影啊 那我說你這就是專業的 像我們在拍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好 那我來看這一個 這一個產品 他的確會產生陰影 你比如說 不過這個是因為這是mini mini比較靠近喔 Pro Max我還沒拿到 我還沒去測試 可是這個是可以去克服的 比如說這個陰影 這因為他比較高 所以他這個暗影用到你的手機 他會有一個旁邊 像你看現在旁邊這邊會有一個暗影喔 你們看右側這邊喔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在移動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暗影 這邊有一個暗影 那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自己有在拍的話 比如說這一倍焦距才會有 因為你這邊被這一塊當刀 所以他這個是他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比較厚 可是這個我們如果有在拍攝的話 你其實 你一倍焦距才會有 你用1.1倍以上 他就不見了 所以你看他就不會有暗影 他就沒有了 所以你只要用高於一倍 或者是小於一倍喔 再做一次 我如果一倍這邊會有暗影 那你做於小於一倍 我用0.9 要嘛你就大於一倍 要嘛就大於0.9倍 可是他的畫質不會差啊 不會差到說 多多啦 除非你拉到很遠 或者是縮到很近 他的畫質才會去改變 就是而且我們一般在拍這種靜態錄影 我們其實是一直一直在拉近拉遠 所以我們不可能一直在一倍 這個黑色的暗影 那我們很敏感的 我們一看到這暗影 我們會自然會去做調整 那當然他不能說什麼十全十美一定都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你要讓他有這個厚度跟這種很有一個分量 所以他的設計啊 如果給他的建議就是說 他可能以後的設計更薄一點啊 如果他可以做到更薄就是 應該這個一倍的這一塊旁邊這個暗影就會不見 那如果你是把他轉一個方向就是你讓 你讓鏡頭在下面的話 他的暗影會跑到另外這一邊來 就會跑到左邊 那一樣啊 你就是做 做放大縮小去 去調整啊 去調整 你如果一倍的話 你如果一倍的話就是會有暗影啊 就是在這一邊會有一個暗影 那通常我都是鏡頭 我都是鏡頭是 是在左上方的啦 左上方那暗影就在右側 不過他有時候又看有時候有 有時候就又沒有 就是 你就自己去調整 那我會建議你就是 要嘛就是在一倍 你一倍會有暗影嘛 你要就一倍以上或者一倍以下 這樣子 好吧那這個就是 這個他的第二個問題啊 你焦距去把它變就好了 他這個遮擋的這個 暗影就是其實還好啦 我覺得還好 他這有一個陰影 但是他沒有擋到鏡頭 你其他拍都沒有問題啦 那如果你是用正面拍的話 正面拍的話 是更沒有問題喔 你在正面拍的話就是 就都沒有 你如果直的拍是沒有任何問題 主要是我們一般都是橫的拍 都是橫的拍才會 才會有這個暗影的問題 但是你去 我再講一遍就是你去調焦距 他就不見了 你就是調1.1倍以上 他就沒有了 然後 你就是不要調到1就對了啦 不然就是0.9 0.7 0.9 那他的畫質不會差太多啊 你就沒有暗影了 好 那這是第二個問題喔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他這個會不會很容易髒啊 然後他這個 因為我說這旁邊這矽膠嘛 所以他這個是其實會比較容易卡灰塵喔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這個布的也是會有這種 灰塵棉絮啊 然後說會不會起毛球 其實還好 可能這還是新的啦 起毛球會不會我不知道啦 不過就是 我覺得這個的話 你不要去弄到水啦 我建議你們喔 這個不要去弄到水 我怕這個會吸水啊 就不要去用到水 所以這個保持乾燥啦 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有髒的話 你就拿一個刷子喔 一樣喔 這種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他這種 如果用這種矽膠的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會卡棉絮喔 你就是用刷子 把這個拿開喔 你就是用刷子把它刷一刷 我都會有一種這種器材啊 就是把它刷一刷就好 所以他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啦 所以這個產品是還是真的不錯 因為 因為你說這種 這種行動充 我們現在的行動充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真的說 要用MagSafe的裝置啊 你要用這種MagSafe的裝置 老實說你這種行動充 真的有這個線喔 真的會很麻煩喔 就是我再做 我做一次好了 就是說我今天我要充這個 我就要這樣子做 我就要 我就要這樣子 我這樣子充 那雖然這個PT這種快充 是會比較快的 可是 有時候你這個東西 你這個東西你這樣吸上去了 你這樣吸上去 而且他又有這個立架的功能 他除了美觀以外 他無線以外 他無線以外 我認為他會 會蠻實用的 會蠻實在的 很方便 就不會說 出去就看到這個線喔 有時候我看到這種線要整理 我會心情會受影響 要抓狂 那你今天 不要用這種 你用這種 是蠻 我是覺得蠻 蠻方便的 而且他這個那麼高 好吧 那就今天這三個問題 就是跟你們解答 希望 會對你們有幫助 就是有暗影的部分 去調整焦距 第二個就是 呃 他的磁力不會太弱 第三個就是 情節的問題 跟不要去弄到水就好了 好吧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囉 好